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來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今天是9月20號 今天是禮拜五 先跟各位週末愉快 今天盤勢當然看起來 好像開高上去下來 可是尾盤其實又有點拉上 拉起來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會講 老師是不是開高下來 今天又怎麼樣又不好之類的 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要這樣子認為 包括我股票 今天你看我測標 也是啊開高上去也是下來 尤其創委 還拉到盤下 碰漲到盤下 可是要緊嗎 好不好 真的不要緊 那當然我看好的東西 不會說只有一天兩天 除非我說完全做短線 好那這個有關注我 一陣子的投票一定都曉得 好文綺老師我到底怎麼操作 對不對 我講了升降息的關係 到今天來看 完全就是 我不要說完全百分百對 但是至少我看的方向沒有錯 不管一碼兩碼都一樣 你看今天有人再去講這個嗎 沒有 我回來就講股票嘛 對不對就是這樣 所以真的我希望投票可以的話 真的還是要來跟著文綺老師我動作 你才會知道 到底怎麼樣從股市裡可以很輕鬆的又能賺到錢 就像我底下測標 報股放心睡得安心啊 好不好我希望投票真的可以 可以這樣子 那今天 我昨天其實就是有這一張股票嘛 我今天好不好 一樣還是在做這一張股票 可以你今天節目你要幫我看到最後 才會知道到底我要怎麼去做一個活動 好不好 那一樣 小鼠MP57幫我LINE加進來 真的加進來 投票有什麼訊息你直接來私訊我 或者是你要看我裡面記事本盤後文都可以 那真的我還是希望 其實昨天也很多持股給我 一樣都是輸的 都是輸的 我真的 因為你說行情很不好嗎 我不認為 說從2萬4跌到2萬2破2萬2好像很不好 可是投票你去一路看我挑的個股 當然也有賠錢的 我講實在也有賠錢的 可是賺錢的是佔大部分 那這個就來跟我的差別 可是你們手上持股我一看到真的差很多的都有 好不好我希望真的來加我LINE小鼠MP57 YT也幫我訂閱起來 好不好直接來我YT看都好 其實接下來 可能現在9月底10月開始 好不好我可能會開始錄製一些 自己的頻道不會說放在東升直播的 就是我自己LINE裡面 YT頻道裡面 所以可以的話YT頻道幫我訂閱起來 10月開始我開始會錄一些 好不好我自己私人的頻道 的節目再放在我的YT 所以YT頻道可以也開始幫我訂閱 我知道很多人沒有訂閱 就只有加LINE進來看 可是可以的話幫我訂閱起來 好不好 那真的 我說盤後文你要注意好不好 盤後的東西你要注意 真的對你們都有好處 那講一下美股 昨天投票 道瓊跟S&P500 創歷史新高 好不好這兩個都是創歷史新高 那納茲達克呢 站回所有均線上 好現在只剩什麼 廢半 好昨天漲4%多表現最好 可是他的線型還是在最底下 還在努力爬 什麼意思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這樣就覺得不好 好不好我認為啦 同朋友真的 確定降息以後 會開始再繼續走高 那你們要怎麼動作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 降良馬好像不好 現在又有人去講這個嗎 好像沒了嗎 為什麼 因為漲起來你們又不去講這個 不是這樣嗎 漲起來你們就不去講 那還有人在講中秋變盤嗎 沒有因為過了 那過了以外 那是不是中秋後是大漲 沒錯嘛 不要講美股 講台股是不是大漲 對嘛 那真的你們不要再自己嚇自己 昨天你看全部都綠色比較多 一樣大漲 輝達又漲快4% 那特斯拉漲最多 漲了7% 好所以我 為什麼要一直去聊 特斯拉這些 蘋果這些 都沒有真的有用意啦 你聊這些會帶動台灣的 就是這麼簡單嗎 那你們不敢動作真的來找我 我帶你們做吧 你們才會知道差別在哪裡 好不好 差別在哪裡 這個就是 好來跟文綺老師我 我相信真的有跟我動作的應該都曉得 真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 我們先聊一下為什麼 美股第一 前天是先開 確定降息漲上去 然後下來 當然最主要我昨天也講 因為是鮑爾的問題 好他講年底前可能會再這樣量馬 確定量馬可能再量馬 但是不代表未來同步 同樣步調 所以整個市場好像又崩下來 他講的話 好又有點崩下來對不對 暗示怎麼樣 降息週期更早結束 所以啊 好前天美股是開高上去下來 那台灣昨天有影響嗎 沒有 昨天台灣大漲 那今天呢 一樣漲 對不對 一樣漲 你看尾盤又拉上去了 漲180 剛剛跌下來還有低 只有漲113 哇好像老師 早上那邊9點10點10點11點鐘 就啪好像要下來了 有嗎 沒有 嚇你們出場 嚇你們出場 那結果呢 今天一樣好 對不對 所以我講真的有拉回要買 要敢買 9月16號禮拜一 這禮拜一我就講 好不好 確定降息後會真的噴出 沒有人要理我 有人還是講降兩碼就不好 分析師很多人這樣講 對不對 有些人還講確定 我覺得只會降一碼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去拗 朋友沒有必要 你去講確定賭一碼兩碼又如何 你重點還是回歸你股票有沒有賺錢 比較重要 對不對 我們還是看股票就好 要勇敢做多好不好 就算有拉回也是幾天內的事 台灣沒有啊 昨天大漲今天也大漲對不對 那指數又回到2萬2 22225 又回來了 對不對不用太擔心啦 好不好 那其實我就講確定降息後 我標題我講台積紅海會大漲嗎 我標題我就故意這樣 這是前天的 不是昨天是前天的 我就故意這樣打為什麼 那我講本週開啟降息的循環 要買要快 投票你們有聽我的嗎 到底有沒有聽好不好 紅海呢台積呢 今天是不是又大漲 沒錯嘛 那在講股票前 我覺得還是要聊一下打房 因為今天當然這是頭版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史上最嚴重 史上最重第7波 同朋友當然很多人也在跟我問這聊這個 那你說要去講這個嗎 我其實不太愛講這個 我就講了 你現在是怎麼樣 有房子的人 跟沒有房子的人 是完全對立的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有房子 跟你如果今天你沒有房子 那還有一點 如果你是沒有房子的人 你又沒有家裡人可以靠的 你就是最痛恨這個 可是如果你是沒有房子 可是你爸媽可以出錢幫你買的 那你又站到好像有房子這一邊 好現在其實 這真的有點造成對立面就是說 完全沒有錢可以買的人 就是在那邊 去講不好的話怎麼樣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有房子的人 對不對 為什麼要打房 好我其實 我之前也提過了嘛 為什麼要打房 很多人講居住正義 好像一定每個人都要有房子一樣 沒有好像就不行 那我回過頭 你要去打房 那為什麼 你股市你不打 一樣的道理嘛 你現房子 每人只能買幾間好了 那你股票 每人只能買幾檔 每人只能買幾張 不是一樣嗎 好我不太講這個 但很多人要去講 政府做法不好怎麼樣 包括選舉 出來新清安怎麼樣 是選舉你們開的啊 隨便弄出來 然後導致房價大漲 那現在隨便又確定要打那麼重 殺那麼重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去講這個 投票 我講我流量可能會掉 為什麼 因為去講政府什麼不好 好像不好 對不對不好 不要去講這個 我真的不愛講這個 那只是我想 回過頭去講 今天這些股票都是跌的 對不對 那建 我說這些建 建築嘛 建商這些股票全跌 為什麼 營造這些全跌嘛 對不對 投票我講前面好賺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講 我也講 我今天也沒有 我也可以講 這支是不是前面很多人在做 永信劍 大家都在講 當然這邊有賺到的我恭喜 我真的恭喜都有賺 對不對 那現在你說打房打下來 今天一根下來 我不認為說這樣就 就 就說會崩盤 好不好 營建股我覺得不會這樣崩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最後再怎麼打 還是回到 好房價還是漲 你不要說五年什麼十年 至少這一兩年房價還是漲趨勢 所以這些營建股 當然今天跌下來 可是我因為我都沒有碰 你們看我節目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去講這個 對不對 那今天這樣跌下來 你說好像跟我無關 真的跟我會員也無關 我會員也全部都沒有 今天可能有些老師手上有 那我也沒辦法 前面好賺你們賺 可是今天我會員手上都沒有這些 所以我 真的我不愛去聊這個 只是因為 這是頭版 會有人去提這個東西 一定會有人去提 我講 真的如果政府真的你要打 很多人也講 我看網友那裡在講 就是囤房 你就只要有囤房稅 就全部下去了 可是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這些政府官員自己手上也好幾間 好幾間 有時候不只幾間 不是用幾間各位數來形容 這些政府官員自己不可能打自己 現在不就是這樣 那真的打到一些想買房子 因為我有親戚 也是買下個月要交屋 買預售屋 他也是下個月 買在林口 下個月要交屋 上禮拜也在跟我聊天問 有沒有認識房貸 我說怎麼了 不是現在應該OK嗎 他說不好貸 除了限制以外 貸滿以外 他說現在 他說只問到三家 願意貸的 而且都是 比較硬的 有台銀還有另外兩家 我忘記 也是比較公股的 比較公股的銀行 也是 現在打到 他是 怎麼說年輕人 也是剛第一間房子 自己要買都打到了 好不好 我覺得真的 這個東西真的就 還是會短期會影響 那但是長期來看房價現在 對不對我這樣講 你可以買投資可以 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們 把一部分的資金 跑來跟我做 轉來跟我做股票 因為我覺得 來跟我做股票 你不用說去綁這麼久 那還要被政府這些東西去限制 好 真的炒房地產 現在要去限制 擔心這些 我覺得沒必要 你來跟我做股票 我覺得不用去擔心這些 好對不對 不用擔心 你就跟我來做短信短出嘛 好不好 那真的還是要回到 我喜歡的股票 台積今天新聞還是很好 對不對 還是很好 我也不用去細數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是怎麼樣 跳空 你說有跳很空 好像也沒有特別上來 對不對 沒有特別 你說漲很多 可是我這邊會大漲 我就已經先講 那今天開始漲台積 對不對 今天開始漲台積 你去看線型 今天有沒有算跳空 應該有 投票今天應該算跳空 這整理多久了 今天直接過 這是8月20號 現在9月20號 一個月前 過到哪裡去 7月20 什麼意思 將近兩個月跳上去 其實今天最高有到980 982 早上開980我嚇一跳 唉唷 台積 投票莫名其妙又快要1000了 980了 最高到980 那如果下禮拜再一根跳空 20塊就過1000了 所以怎麼樣又要回來說 到時候要去講台積怎麼樣 漲 跳一個點 跳一個節點 又是影響大盤40點 到時候每個人又要去講 如果回到1000塊 所以到時候影響又很快 什麼意思 台積回來超過1000 大盤馬上就會帶動 如果大盤馬上帶動 會不會回到24這邊來 有沒有可能 你去看今天大盤也是嘛 跳空上來 那當然因為台積跳空 所以他跳空 快要站回所有均線 OTC已經站回所有均線上了 加權的還沒有 還沒有 上櫃是已經站上了 所以投票不要悲觀 那這裡你要有勇敢動作 那我一直就講 等漲到粗量再說 漲到粗量再說 今天稍微有再粗量 我現在 剛剛看估3800億 稍微開始粗量出來 開始粗量以後 溫度上來 股票再噴一波 投票那你們 你們有做到嗎 好不好我希望好不好 收復半年線 月線也都收復 還是會去擔心我沒辦法 所以鴻海也是嘛 鴻海當然比較落後 可是有沒有 也是站回月線了 也是有嘛 好不用太擔心 只是說這一波 台積一定會先領漲 領漲完後面 全子股再動 其他全子股再動 一定是這樣 那我很看好台達電 對不對 我也說這支股也很看好 一樣跟鴻海線型差不多 後面都還會再帶動起來 好不好 這個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那你們如果只有全子股的人 我不希望你們全放全子股 還是要拉一些出來去做 好不好 那華碩我也講好幾天嘛 今天再創新高 這個線型應該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不好 那我有講來 你要跟 今天當然都漲 我說維新也漲 對不對 可是線型投票 這才剛起來 可以喔 這還可以 可是你來看技嘉 最弱的線型就是這樣 有人很愛講技嘉嘛 對不對 可是我講這三家裡面 我最看好華碩 再來是迴新 最後才是技嘉 完全正確啊 同朋友 完全正確 這我節目也講好久了 對不對 我講好久了 給你們知道都沒關係 這個是我LINE裡面 我就有放了 對不對 我在LINE記四本 今天也是有 你們自己去看好不好 瑞儀 但是這個是中性 然後上癮也是降頻 所以沒有太好 這個你們今天自己去看 好不好 我的LINE裡面 記事本都有 你們都可以進來 去看這些東西 信滑 好也是一樣 好像降頻以後不好 同朋友也沒有真的破下去 還是撐在這 我認為這邊就是壓低再吃 壓低再吃 好不好 有沒有 真的 我是現在看到喔 我這兩天沒有特別注意喔 外資在買 美系在降頻 16號在哪 16號這天在降頻 同朋友 我是不是有講 降頻他賣沒錯 他就大賣沒錯 可是我是不是為什麼我還放著 16號禮拜一到天我還放著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看好他 果不其然又在小買小買 那你要怎麼講 對不對 沒有AI不會死啊 有些人要講AI死什麼的 一樣萬論加登 加登 現行也不錯 今天好像小跌 同朋友今天又創新高 又再回來 我一直放在這上面 真的一定有用 萬論最後再講 好不好 萬論最後再講 那齊紅雙紅好不好 我講這兩個禮拜 大戶賞戶數很重要 要再觀察 好不好 要再觀察 至少現在看來是 差不多撐住了 差不多是有撐住 所以可以再持續觀察好不好 台藥一樣 今天現行也不錯 也是最高182 188 最高188 這兩天三天 已經有過了 當然還沒有到創新高 好不好 還是可以再觀察 對不對 今天有一檔 我要公開 我9月9號的時候 我在節目有遮住 這一支股票 我相信會員應該都曉得 會員應該都曉得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就要講我選的股票 你不要說今天漲停 我講今天我沒有漲停 好不好 今天我的個股沒有漲停 我的個股 昨天的股票好像 好像也掉下去 對不對 聯亞也下來 聯亞也下來 對不對 創違也是碰漲停下來 對不對 今天我股票不好 可是我還是要講 那我也還是看 我不會說好的 是你就只講漲的 不好的都不講 對不對 我講了我跟別的分析師 絕對不一樣 今天這些漲停 我說我也都沒有 那當然跌停我也沒有 這些跌停我也都沒有 好不好 那 這支股票 我相信會員應該都曉得 3213貿訊買進 好強固形電 毛利率有到50到60% 應該不止 好不止 我9月5號我進場 投票 我講實在話啦 我不會說沒一支股票 買了明天漲 後天一定漲停什麼的 這支股票我9月5號買進去 9月5號買進去 9月5號在哪 在這一天 9月5號買進去 買完 哇結果跌 其實也沒跌到哪去 買100上下 跌跌跌 最多跌97多 97多 100塊跌到97左右 結果一路這樣上來 到今天出量 我一定要公開 不然後面再噴 投資朋友 你們要說我馬後炮什麼 會員幫我見證 幫我看這個簡訊有沒有收到 9月5號一定有 好我也不會跟你說 我買在什麼 最低點 這沒有量 沒有量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全部會員有的 所以我不會說沒有量 當然你說很多量嗎 那天出了2000張 投票我這一天進去帶會員買 這一天進去買 好不好 你也不要說買在什麼前一天 都沒有 我就9月5號買 簡訊可以作證 好不好 會員幫我作見證 我不會去亂講 買完 一路量縮 縮縮縮縮縮縮縮 縮縮縮縮縮 縮縮縮縮縮縮 這一支股票 才剛開始 也沒有漲停板 可是投票我還是要講 這支 我9月9號 9月9號 我還是要講 就這一支 就是這一支 投票我會給你們看 9月9號 買下去 好不好 這一支股票 百元以下我也沒有亂講 全部都驗證給你們看 請會員進去買 買了今天漲起來 今天漲起來 好 才剛開始 那我說實在話 9月10號 我9月5號就買了 等等等等 9月12號開始有消息出來 投票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會知道 你要想我能坐在這裡 一定就是有一些訊息 我也不要去講他賺多少 基本面怎麼樣 好不好 我覺得不用去探討這一些 三綠三生啊 創近十多年新高啊 毛利率 很好 基本面都很好 那重點是 9月5號買進去 一路跌跌跌跌跌 9月12號開始出新聞 9月12號是什麼時候 上禮拜四 開始有新聞出來 為什麼老師你會知道 當然一定有我的消息 那我敢帶會員去買 買完了你說沒有漲 今天 好不好 今天 我覺得今天應該這樣看是可以的 沒有漲停板 漲5%6% 好不好 今天這樣 現行 會員幫我見證 這種現行應該可以 開始 節目就有一些分析師出來講他 你可以看著 你可以看著 漲下來什麼東西都會跑出來講 好 那我9月5號買到現在 好 這天出量進去嘛 我今天一定要趕快講 不然 下禮拜如果開始噴出 你們又要去講什麼了 對不對 同朋友 那這個會員幫我見證 到底有沒有操作 好 還有昨天 昨天因為哄天蕾壞掉 我沒有辦法秀現行給你們看 同朋友 北極這一檔 好 前面去買了 所以你要還原全值來看 今天這樣子 漂不漂亮 你們幫我看 今天這樣子漂不漂亮 好 你說昨天在這還沒有過高點 今天上去直接過了 好不好 直接過了 那會不會挑戰前高 我們好好看 這支股票我也講很久了 我829我就遮住了 829 70元以下小資主要把握 那時候70元以下 現在 你說還沒70耶 好吧 你還原全值嘛 要還原全值去看 如果還原全值現在多少 投票69 我那時候說70以下 小資主要把握 這底下如果都能買 你們如果來跟我 六二啊六幾都買得到 到現在賺多少 對不對 賺多少 這我會員 我相信都有收到 都有動作 同朋友我會給你們看 好 當然我講 因為這個是怎麼樣 能源政策的相關 好 新聞很多 真的很多 好 除權 除權當天就大漲了 一路整理整理 好不好 一樣這樣上來 同朋友真的 我相信 好 真的線型很漂亮 這樣還原全值去看 我希望你們都可以做到 好跟著我可以做這種東西 我就是讓你們去做這種東西 還有這種東西 我不要想說 天天漲停板怎麼樣 可是至少 波段新高 會員抱得住 而且你說 真的大盤大跌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對不對 惠特今天 好像跌下來 投票今天惠特是有先創新高 我先跟你們講 177 今天有先177再拉下來 沒有關係 好不好我覺得再觀察 再觀察 惠特多少要出 再觀察 重點 今天有沒有創新高 是有創新高 我選的股票可以這樣 為什麼 因為大戶散戶數 好 我講用這個去挑 對不對 聯亞 一樣大戶散戶數 不要覺得這樣下來就不好 朋友 下禮拜要解禁了 很多人今天早上這邊就問 要不要出 為什麼 老師下禮拜解禁會不會不好 很多人這邊就去出了 一堆啊 沒關係我們來觀察 我們來觀察會怎麼走 好不好我覺得就來觀察 創新高 創新高 拉回沒關係 好 拉回都沒關係 好那講到這個 講到聯亞 不如我也要講一下好不好 今天好像要拉回對不對 也是有先突破新高 再上去 今天都一樣啊 因為禮拜五一定有很多賣壓 我覺得沒關係 光盛再做一趟了也是 一樣 好不好投票 現行你覺得有不好嗎 我不認為 再做一趟再接回來 我說我前面出一趟了 再做一趟 再做一趟 好不好 我們觀察 我覺得我們可以觀察 對不對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好那還有光陽科 哇很多人問 包括今天早上 也一堆人在問光陽科 投票今天在創新高耶 不是錢 不是錢高啦 沒有創歷史新高 但是 我講很多人問我這支到底要怎麼樣 我只能講 沒辦法前面太多壓力 因為我講這支散戶很多 進來的 尤其這一波 散戶進來一堆 所以現在這邊有人 碰到他的成本他就出 碰到他的成本他就出 所以今天一樣這樣出來 一樣這樣賣下來 可是如果 真的如果是主力要出來 應該會整個打下去 不會說收在平盤附近 我覺得可以再觀察 那你有光陽科的好不好 我希望 來跟著文奇我 一起動作一起出 一起動作一起出 好不好 那一樣這一支嘛 我講了 請你們來的好不好這一支 投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創委 對不對 今天碰漲停 再下來 不要急好不好 當然我說大戶一樣增加 散戶下來 才剛開始 你不要覺得今天這樣就不好 才剛開始 我認為才剛開始 出量了 或許下禮拜會先整理 或許會先整理 但是我認為 後面後面還有一段 後面還有一段 好拉回 有沒有再拉回 今天算再拉回吧 好我講前兩天我說拉回 會員在那邊跟我聊天烏鴉嘴 老師你不要烏鴉嘴 感覺會拉回什麼 結果沒想到這天真的拉回 讓我們進場 進場完昨天 對不對 買完昨天這樣 今天大漲創新高下來 我還是敢講 我還是要講 好不好投票 那我講用創委去舉例子 我就講了就是這一檔 原項還有惠特 一樣大戶數增加 賞戶數下來 結果今天原項繼續這麼強 投票我節目這樣講 我什麼時候講 9月16號印的 9月16號在哪裡 投票 禮拜一啊 我禮拜一印的圖 9月16號我印的 好不好 惠特也是 9月10號的圖 9月16號我印 印原項 今天再創新高 你看我節目去買都能賺錢 看我節目去買 但我不是要你這樣去追啦 好不好 創委真的這樣子 投票我說真的 還沒有參加的 我也跟他們講 那有參加的更不用講 那昨天我有講這個人 今天也參加了 早上還在跟我視訊 好不好 因為我視訊一下 因為我有點忙 我沒辦法說講太久 所以給你們看一下確定是我 如果真的擔心 因為他說參加過會怕 會被詐騙什麼的 好不好 有參加過的還來跟我視訊 沒有參加過啦 你們來視訊都沒關係 好不好 來確認一下是文綺老師我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很放心 也很謝謝你們相信我 好不好 588專案 我今天真的推這個588專案 那講這當然 我再先提一下 我等等不拉到最後去了 萬論還是盤在這裡 還是很強 被關緊閉了 還是這樣 好不好 那今天精彩 同朋友真的喔 昨天又有會問我老師 精彩到底會不會漲 要不要出一趟什麼 講完又再拉一波 今天最高到249 一樣又再上來 一樣又再上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我希望真的投票 設備股還能再做啦 那當然 台積起來 後面會再帶動一波 你不用擔心 你會怕的好不好 就來找我 就來找我 好不好 真的就來找我 好這些真的 我想你們吃虎有問題 都給我好不好 好這昨天9月19號的也是 老師你好 今年 有股票 也都是賠錢 買在49 現在只有40塊 買在150 這檔 買在150 奪前面之前的事 150在哪裡 在這裡 他套了幾個月 我希望真的投票 你股票給我 我幫你看要怎麼做 那重點好不好 換到我看好的股票 這一支 我講今天小漲 小漲 還有機會好不好 美國降息受惠股 美國降息房市會好 換物需求會有 這支股票一定OK 好不好 我希望投票一起來動作 那真的今天好不好 5 6日我做一個專案 588專案 我希望你們真的可以相信我 你不要覺得老師 你都要昨天掌停板拿出來講 不是喔 我真的會員有做 我覺得有時候要說服你們很難 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相信我 因為有些人會說 老師你掌停了節目才講 才跟我說什麼 那你們去問我會員 這個會員最清楚 創為聯亞 今天你看跌下來 我還是敢交代 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動作 我希望真的投票 假日5 6日好不好 588專案 既創為聯亞 我下一支你要跟嗎 我希望可以啊 等你們一起來動作好不好 播電話 022564 366 或者是加LINE 你就588加電話 留過了沒關係 你自己說你想要好不好 我希望來相信溫習我啦 跟著我動作 你們會知道差別在哪裡 我跟別的老師絕對不一樣 好不好 588專案 這一支 希望投票一起動作 好 那祝各位投票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再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